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眉毛短的人会有孤僻的个性 个性容易暴躁 目光短浅 也有执心的好友 但是数量上却不多 多半有利益上的考虑 所以真心朋友少 生活容易有波折 缺少贵人帮助 日子会比较辛苦 他们在个性上做事急躁 喜欢快速做完事情 从眉形上来看 眉毛长得浓密的人 性格上是粗犷大气的 不会跟人一般计较 也不会去玩弄心机 人际交往中如果有什么问题 会坦然拿出来跟对方讨论商量 不会在背后算计 他们的坦荡心胸赢得了不少的朋友 不过 如果眉毛又粗又浓 太杂乱的话 则可能会在中年时期遇到坎坷 需要经历多种努力方可度过 四 眉毛淡 如果是眉毛淡的话 一般被认为是没有上进心 做事情不能坚持到底 没有领导能力 不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但是如果能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遇 或者是经历一些挫折 则他们可能会越挫越勇 过上很好的生活 对于眉毛稀疏 且颜色比较黄的人来说 生活中自己最重要 对于其他人会比较冷淡 不会有太多的热心 虽然也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他们知识渊博 不过缺乏进取心 需要有人督促 才会取得一定的成就 五 眉毛断 如果眉毛不是连接在一起 又断掉的感觉 则表明家庭可能有生离死别 家庭中会有意外发生 可能手部会有折断或受伤 他们很重感情 不会付出太多 如果有人想要他们的帮助 他们会考虑是否会顾及到自身的利益 此外他们还容易情绪化 不懂控制自己的脾气 六 眉毛竖 眉毛不够服贴 而是竖起来的话 表明这个人做事冲动 不惜后果 容易因为鲁莽而生出一些事端 他们没有完整的思考 容易人云亦云 此外在家庭中不够温柔 对伴侣不够体贴 七 眉毛低 眉毛长得比较低 也意味着在财运上低一些 他们一生容易受到排挤 性格软弱 容易抑郁 如果能跟性格开朗的人在一起多多相处 则容易改善不佳的命 八 眉毛高 有的人眉毛距离眼睛的距离较远 也就是比较高 这样的人会对玄妙的东西比较在意 同时能在较早的时候取得不小的成就 而且是比较注重家庭 所以他们的名声会非常好 九 眉尾分叉 眉毛也代表一个人的人际关系 这种情况的人对于他人都不够真诚 爱耍花招 且与他人的沟通不够 所以人缘并不是很好 如果说是人事的话 容易跳槽频繁 影响团队之间的关系 十 眉毛压眼 生有压眼眉毛的人外表刚毅果决 处理问题能够坚持忍耐 不达目的不罢休 具有男子汉风范 但是内心比较脆弱 西乡连玉往往就是此类人了 二 几种特别眉形的运势 一 心月眉 通常称眉毛较弯的为心月眉 拥有这种眉形的人 性格柔美 心地善良 人缘好 与家人的关系非常好 感情细腻 考虑周到 所以跟他们相处会非常自在 他们有强大的工作能力 个人的前途一片大好 二 依子眉 顾名思义 依子眉也就是眉毛的弧度比较小 接近于一条直线 长有这种眉毛的人 个性耿直 没有心急 却又会给人憨厚的感觉 他们重情重义 愿意给朋友帮忙 朋友较多 他们拥有较为远大的理想 能成为工作中得力的助手 做事有原则有魄力 三 交加眉 什么样的眉毛叫交加眉呢 也就是在眉毛的中间有空白 或者是中间岔开一条眉毛 好像是两条眉毛交叉在一起 占有这种眉毛的人 会有很多奔波与忙碌的时刻 做事情没有主见 生活坚信 四 高低眉 占有这种眉毛的人 在个性上不够豁达 容易心胸狭窄 通常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 会有强烈的竞争心理 好胜心强 对于自己想要的目标 会想尽一切办法 左边眉毛高的人脾气大 比较固执 同时事业心强 赚钱能力非常强 但是却缺少管理钱财的能力 所以需要有忧患意识 而右边眉毛的人为人低调 善于精打细算 比较顾家 所以最后都能获得 较为美满的生活 五 扫帚眉 如果眉头还是很浓的 但是到眉尾非常散且淡的话 则被称为扫帚眉 这种眉毛的人做事情冲动 感情生活混乱 会被感情拖累 所以对待感情慎重一点比较好 六 三节眉 通常眉毛呈波浪型的 被称为三节眉 有这种眉相 一生不会有大富大贵 身体健康问题较多 个性不够稳定 性格善变 生活劳苦 亲友较少 七 八字眉 这种眉型的人性格和蔼 做事不拘小节 人际关系好 有领导能力 且善于安排生活 所以生活是幸福美满 不过八字眉的人在年老以后 会有孤独的时候 一生不缺钱花 八 三角眉 长有三角眉的人个人精力充沛 做事有霸气 自信心十足 面对困难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不害怕挫折 做事有耐心 所以他们容易取得个人的成功 不过做事以自我为中心 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这一点要注意 九 健美 健美最重要的特征 便是眉毛浓长 但不粗糙凿乱 眉毛整体向上 呈翘起之字 像树中曾这样描绘 长有健美的人 眉若山林秀且长 威权至始辅君王 纵贫不日成轻贵 子孙行行显寿康 意思是说 长有健美的人一般看上去 很有威势和志向 特别适合从事一些武职 即使贫困也不会长久 子孙愿还非常好 长有健美的男人 看上去就会给人一种凌冽之感 这种男人大多个性直爽 富有正义感 好奇心强 又喜欢冒险 虽然做事时有时欠缺冷静 但容易得到贵人的欣赏和提拔 获得不错的声势和名望 十 龙眉 所谓龙眉指的是眉头圆润整洁 整个眉形弯而向上 且眉尾巨龙紧凑 眉长过目 整个眉毛看上去明亮有光泽 这种眉形属于男子的最佳眉形 长有此眉形的男人一般看上去就很有气度 为人处事方面非常大气 心胸开阔 不拘小节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性情稳重 做事不急不躁 很有理性 无论从事哪种行业 往往都能够出类拔萃 成为圈子里的核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人中之龙 一生大富大贵 十一 清秀眉 所谓清秀眉指的是从眉毛的整体来看 眉身并不宽 眉毛长得不粗不细 不浓不息 而且眉长过目 色泽清秀光亮 长有这种眉性的男人 大多头脑非常聪明 反应能力非常快 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非常强 属于那种一点就透的类型 而且性格温和 不喜欢乱发脾气 说话做事都特别有分寸 不会轻易地去得罪他人 人缘特别好 做起事来认真负责 个人能力强 还很有耐心 属于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的一类人 无论做什么职业 都能够游刃有余 做得非常出色 十二 虎眉 虎眉的重要特征 便是眉头间隙 眉尾宽而不散 整个眉性看上去浓密有势 像书中这样形容长有虎眉的人 此眉粗着且有威 平生胆质有失伪 不腹中能成大贵 侠灵贺寿 艳成行 意思就是说 长有虎眉的人 看上去很有威势 也很有志向和能力 非腹即贵 能长寿 长有虎眉的男人 大多看上去很有威势 特别能体现出男人的气概 而且这种男人 做事很有胆量和魄力 敢于挑战 不惧怕失败 做事果断 行动力强 能长大全 通过努力 往往能够闯出一番天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